新北这家餐厅上演紧急动员 原本10辆游览车355人 进门用餐计划被迫改为吃便当 旅行社随机应变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是蛮欢乱 因为我们原先的一个设计是团体盒菜 所以变成从去外面买便当盒 跟又把原先是饭后水果改成饭后甜点 这都等于是请我们的协力厂商 去帮我们准备弄过来 那人手不足餐厅人手不足 我们也从我们旅行社调派人力过来支援 吃到火锅店有别于过去纸本书写 也改为手机线上点餐 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自助区也会每15分钟消毒一次 多少还是会烦进 因为人多就会有群聚 群聚的问题 像自助区的部分 我们都有要求民众一定要戴口罩 我们是全面改成手机点餐的部分 所以可以减少说对谈的一个部分这样 外出用餐凉温消毒已经是最基本措施 其他像是采用食联制定位数减半 或是限时消费减少留电时间 落实梅花座等 都让外食民众可以安心用餐 三菱新闻正宝报导